大家平安 我是黄雅各 欢迎大家来收看 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撒加利亚书 我们先来看撒加利亚书 导论的部分 撒加利亚书我们先来看撒加利亚书 导论他的写作的背景 撒加利亚的作者 从第一章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 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耶华纪念者 也就是说他是上帝所纪念的 在旧约当中 至少有27个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名字 那这本书的作者是 一多的子孙 比利加之子撒加利亚 一多的话 我们可以从 尼西米十二章那边可以知道 他是在所罗巴伯 还有大祭司耶稣亚 带领之下 从巴比伦归回犹大的一个祭司的其中的一位 所以可见的撒加利亚 他也是出自祭司的家族 因上帝呼召他 所以他在大利乌王 就主权五百二十年的时候 他先知哈盖开始的 他的先知的服事的工作 大概比哈盖晚两个月 我们可以比较 撒加利亚第一章第一节和哈盖一章一节比较 大概差两个月的时间 他与撒盖一起 规劝百姓要完成圣殿重建的工作 这本书的前面八章 记载了这些的信息 跟哈盖书有很多地方的背景是相同的 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先知所见到的意象 他余调很平静的去向百姓们述说 那文体的话 大部分都是以散文体为主的 但是从第九章开始 撒加利亚书的这种的格式 他的文体就稍微有改变了 就比较偏重在末世的事情了 所以的话 跟前面的八章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充满了一些的激情 所以大部分都是以预言为主 所以因此也有些的圣经学者专家认为 后面的九到十四章 可能不是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 但是从这卷书的两个部分 都指向将来一个盼望 什么盼望呢 就是弥赛亚的国度的建立 我们也可以从他在一些的语气上面 所用的经文 譬如说像七章十四节 跟九章八节的 无人来晚经过 还有三章四节跟十三章二节的 使脱离啊使不再有啊 希伯来文的字体 都是同样一个字根 还有耶和华的话临到 前半段跟下半段都有出现过 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专家还是认为 他是出自同样一个作者的手笔 至于他的风格文体的不同 可能是因为这两部分 前后两部分写作的日期 距离得有一段的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他的文体风格会有一些不一样 这是一般的圣经学者专家做的解释 再来我们看他这卷书的主题特色 神的百姓虽然遭到列国的欺压 甚至有灭亡 灭绝的这种的危险 然而上帝他必然会保守 他的百姓 特别是剩下的渔民 所以外邦他必会被消除 以色列人他必能够安然度过一切的困难 因为他是弥赛亚的子民 有一天弥赛亚必定会剿灭一切的仇敌 建立他的国度 并且统治全世界 所以这是他的主题特色 那这卷书的话 其他的还有特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小先知书当中最长的一卷书 第二个 他有三方面跟其他的先知书 有稍微不一样的 第一个小点 前面八章强调异象 为传递神心意的工具 第二个小点 以天使为神和人中间的沟通的媒介 第三个小点 在异象当中 有极多的表征的语法出现 这种显示神如何介入人类的历史当中 统管这世界 所以这让我们看到 这是他跟其他的先知书 小先知书不一样的三点 再来看他其他的 这件书的特色的地方 他有极多的弥赛亚 还有弥赛亚国度的这些预言 非常的详细精准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大卫的描意 在三章八节六章十二节都有讲到 弥赛亚必谦和的来到世界来做王 并施行拯救 还有作为神百姓的这些牧人 他必被世人所厌弃 而且还招神的击打 在十三章第七节 身体被扎 在十二章十节 然而弥赛亚他必然救赎他的渔民 第十章第六节开始 还有第十二章 一直到第十三章的第一节 使他的敌人归顺 最终建立一个荣耀圣洁的一个国度 所以这些都是对于弥赛亚的 一些的多次的预言 而且非常精准 这也是撒加利亚书的特色 其他还有哪些特色呢 他多次的强调悔改 还有除去这些的罪孽 是非常必要性的 比如说像他在一章四节 三章四节 五章一到十一节 十二章 第十节到第十三章第一节 等等这些都是讲到 要悔改 要把我们的罪孽除去掉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的导论的部分 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